这几个是阿里士多德最出名的中庸思考 放在理财上就很有意思 这个我说完之后 我想你问问题那些 为什么这么危险呢 我告诉你生儿子生女儿 都是教得不好的 为什么呢?我告诉你 因为是一个倾向的问题 内向、外向 五年后你不干预他就更内向、更外向 再过多五年 你再不干预他就更内向、更外向 那内向是什么呢? 就是借顾自己 就要在房子、打个玩具、想想东西、睡觉 这个世界只是我 我是世界的中心 死人倒楼也不关我事 是满足自己喜欢的东西 很自我 很自我 唯一好处就是从来没有害过你 因为他从来没有理过你 是吧? 他也很乖 他没有拨嘴也没有说过话 是吧? 因为他从来的变化去适应 所以事实上是很真的 我很多年前在葵方的青少年发展计划 那时候已经有超过十万个青少年没有做事、没有读书 当我教这些课程 教他们心理学 政府的官员跟我说 余先生 哇,你的课这么早就没有人来上升 我说最早怎样做? 最早下午两点 哇,早早 上午睡觉没有人来上升 你想想,多难教 真的很难教 这个就是内向 所以如果这个儿子很乖 不恭喜你住 先看久一点 他再内向你就会暈了 外向了 外向当然很害怕 根本就不是在家 发生什么事 天天都千变万化这么多 他就砍穿了头,然后脚就断了 各类都有 各类有,总而知他冒险 先冒险,冒险就先冒险 他喜欢冒险 总而试新东西 哇,既然就冒险了 或者说我想转学校 因为太冒险了 又是那个先生 只穿那条裤子 很烦的 你想想外向的人 为了要变 要变 不惜什么呢? 不惜冒险 所以你是他的父母 你是亲生的 你看到他,你真的很害怕 还有,会很难倒 他根本上就觉得 现在有的事情 不害怕,没有就算了 他是完全不保守的 完全不保守的 很够胆,很大胆 那就是说 我怕你 明天 身后事也没有人来 他根本没有空来 你想想这两个结果就是 做父母一早就看到了 如果你十岁都看不到 你已经太迟了 他倾向已经去到这样了 真的倾向是这样的 但是有得足够 有得足够 我想看看 我本来有十几句 我选了四句 揮霍 很明显是外向的 说有钱要用,用不用脚 揮霍 特别是滚卡 申请乘诈卡 你真是害怕 这些小孩真是害怕 揮霍 我认识 沦润 沦润 没有用过 什么都说不用买 不用不用不用 我都做过几宗案件 是在马湾监狱的钱债案 那时候是15万以下 欠人钱的那些 就知道妈妈 这家姐哭到哭哭哭 她儿子 被人家都要告她 上庭了,认罪 坐牢 挺可怜的 乖子 虽在就是被人哄哄 难倒 你想想这些 慷慨 慷慨不代表了揮霍 慷慨有智慧 她觉得哪些东西 是值得分给别人的 哪些不好 慷慨有一个暗示 就是她对有意义的东西 她做慷慨 她不是那么傻 她是揮霍的 当然要加这些 助脚 是迟些要写下去的 但是要小心 就是 揮霍和沦逝之间 你要找到 有另一个更好的字 更好的行为 来取代 暂时 慷慨 做有意义的东西 这个特别留意一下 第二个字 自傲 顺从 有钱 外向 就会很陈 很骄傲 很骄傲 有钱 有钱 子女 骄傲 最惨是不知道 最惨是 不知道 记得同学吃 在下午 现在还有这些东西 吃的吗 这些不是狗吃的吗 这些 很骄傲 很骄傲 但是呢 你也变得很顺从 就是 他觉得自己家贫 就是我 没有能力 买这些东西 他经常说 你叫我干啥干啥干啥 但是他没有主见的 他不说 我有个要求 我想 做到我自己很想做的事 你请我 顺从就不是 你给多人工我 就请我 我试过有一个妈妈 她的儿子通生债 他叫我帮他 他说我不懂得治 然后他说 如果没有事做 我会自杀 我知道他很痛苦 后来我跟老板说 我说 其实他这个 人很年轻 这个妈妈 40岁左右 很气厉 我说不如这样吧 他儿子十多岁 不生性 我们请他做女工 然后他很顺从 他说 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 洗 打蜜也可以 我说不要 遭重就不要了 我感觉到他另一边 他的自卑也很紧要 最后我怎么帮他呢 我真的知道他没有读过书 我告诉他 我问这个问题 他回答我 我请你 我知道我做心理 当然有办法赢他 他说 你知不知道七字 七 他认识 你真的认识七字 你写给他看看 他写得到 我请你 他说 余先生 这么容易的考 我还没见到他建工 这么容易的 我说 将来你帮我做事 那里是七楼 你懂得按那个号码 我就请你了 你懂得上班 他很开心 最后做了十几年 一个很好的妈妈 所以他不认识教 庄纵 庄纵就是 就是你有钱 有地位 你是庄纵 你有一种谦厚 你说这些是 上天给我 叫我先用 要用得好 不过要交代 所以我也不会乱花钱 但是我很乐意用这些钱 因为这些钱真的要用一些有益的地方 不是放在那里 所以他不是骄傲 他认自己有 不过他又不是乱来 或者没有他的自尊心 任人摆布 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去谈的 虽然左边这两个字 未必是完全绝对好的 但是我想点出 就是你跟子女聊天的时候 要让他们两边的陷阱看到 好了 另一个 坚决和软弱之间 坚决 你在学校 请他吃 请他吃 没有 没得谈 没得谈 那些人是没有同学 做他的朋友 很坚决的 但是相反 有些软弱 内向 有些软弱的地步就是 他根本上 别人都不问过他 已经执行了 譬如说 我帮你交了两个资钱 你放在桌面那些 我妈叫我买东西 人家拿了他的钱 他太软弱 所以你记住 温柔 我觉得这个时代 我排的这个是第一的 温柔 很多人以为温柔就是被人欺负的意思 其实温柔的力量很大 温柔是令人觉得 你表现得这么好的修养 跟我聊天 如果我粗魯一点 我都好像看不起我自己 那样 温柔是令人温柔的 他小小的地说 你都不好意思很粗魯地跟他说 他都很温柔地跟你说 我想我也搞错了 这些人有影响到人 变成像他那样好的能力 这些人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做妈妈 有些妈妈呢 用软弱 来取胜的 打电话给一个女儿 这个月你还没给家务我 我女儿听说 整晚睡不着 好像很睡 忘了拿钱回家 温柔一点不是 温柔一点 我知道你很忙的了 不过你一个月给钱我 我都不是全花了 不过如果你避开我 我现在还有钱 反而很厉害 反而很厉害 有时候 决断于别人的感觉如何 他听说很舒服 他没有骂我 辞给他钱 但是他也知道 我会理他的 这些关系 只有钱 可以完全表达到 你用得很好 最后那个 不过了 謹慎是大胆和犹豫之间 刚才我外向很大胆 什么都敢下注 犹豫就不是 内向 想起来 想不到什么 想到成世 死的也想不到答案 但是 謹慎 所以理财经常用謹慎 不是不做 也有勇气去做 不过 为一个目的 和一个过程 和一个结果 我都要有足够的看到 一些眉目去做 这叫謹慎 这些就是家人教育 这些说不完 所以今晚我们先说这么多 但是我想引起你 你想想 最后还有一张 富有的观念 不重炎耀 其实我很多时候去Band Free学校 和小孩聊天 那些小孩一见到我 就跟我说 我们家里没得救 我们家里很窮 我告诉你 我说 你家里很有钱 他说你不要骗我 我说 我说我也很有钱 我不要骗你 他说 你的样子也不像很有钱 我说是的 但是我很有钱 我说 你和我一样也没有钱 我说有多少钱 我说十亿美金左右 哇 你进了青山 可以了 十亿美金 我说你有 你有 你和校长一样不多 我也有 他说拿来看看 我拿给你看看 然后我告诉他 你知道这个地球 起码有四千年 四千年 最聪明的人 最聪明的人 他们把他最聪明的东西 写下来 教人 如何改变他的生活更加好 他们没有收你稿费的 他反过来说 还被其他人印了 变成书 这些书 如果一本的印刷费 几百元限地 如果精壮便宜些 几十元 但是全世界的图书馆 是不用钱 任你看多少 可以 你看六十年都可以 任你借 我问你 如果由你去印 印了全世界图书馆 你用多少钱 十亿美金我都嫌少 但是这些书 你随时哪一天都可以拿来看 是不用钱的 你看多久得多久 看多少得多少 当然你看到你的程度 对那些 现在不用看深的 总有对你的程度 一定有你 但是不用钱的 但是如果你用到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教人 或者改变你生活 变成了用得很适合你的钱 而得到最好的东西 全部都是书教你的 那就是你很有钱 没有人妒忌你的 因为人人都有 是没有人妒忌你的 问题是你要不要的 这个就是世界遗产 我们个个都有世界遗产 所以有时候你想想 这些东西 不重炎耀 物质的自豪感 慢慢会淡的 钱会淡的 但是这些呢 不会淡的 原因是什么呢 它永远不会贬值的 因为还有很多新书出 比如我以前计理工大学 我每逢暑假就要写 叫学校丢哪些书 然后消灭这些书 因为要太久了 做研究 隔了15至20年以上 不能用的了 每年丢的书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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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每年进入的新书 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永远都不会贬值 因为那个学问 你跟的那些更加强 根据那些很多 但是钱又不是 钱是 这些如若是贵的 你拿着50万在家里 今天你买到1万本 10年后 买5千本都不够钱 到50年后 可能买了1本 你手上的钱是贬值的 但是今天得到那些非物质的钱 是升值的 就是智慧 是吧 升值的 接着呢 你说价值升华 就是转化成帮人 帮人是无限的 今天说完给你听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这些 已经帮了10个人了 今年里面 是升值的 最后 最重要的是这三组字 这三组字就是你教儿子的东西 就是高品质 用钱呢 来换取高品质的东西 用你的时间呢 做一些高品质的东西 就是不做这么贵的 没有意思无聊的东西 第二呢 有贡献 做一些这个世界 有需要你帮忙一下 分享一下的东西 第三呢 提升自信 做完之后呢 你觉得 原来我这些东西可以使用的 因此我更加有兴趣做下去 对吧 这三个东西呢 可能就是来自爸爸妈妈 曾经在他小时候 给他一些本钱 他 出之他懂得做到高品质的东西 有贡献的东西 提高自信 对吧 我想这个 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 你这个子女很有福气 因为他懂得这么想 但是我今天说的东西 我肯定 因为我自己做心理辅导 十个九个是不懂得这么想的 真的不懂的 他仍然很努力地不断存钱 希望临死他留给他的儿子 不断多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留给他的儿子的钱 是贬值 一直在贬值的 是吧 你应该留些 他不会贬值的给你的儿子 甚至下到你的孙子 就比以前更值得 那是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这些讨论 就是有具体实质理财的方法 也有些是和你的心理情绪 和关系里面的东西 有齐齐的很好 是吧 稍后呢 欢迎你问一下 如果你还没肚饿的话 继续聊聊天 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 好吗 记住一会儿的Q&A 你准备一些问题问我 谢谢